一般人所认知的庶民是这款 但韩国瑜告诉我们的庶民是这样 韩国瑜这庶民不止在2001年 曾经拥有价值7200万的南港第一豪宅 日升月横 今年7月他们夫妻被苹果新闻网独家踢爆 2002年以837万6400元 购买位在云林甜心段豪华农社 其实是大违建 消息曝光后 李佳芬火速拆除违建部分 短短几个月立即转手卖 切割意味浓厚 但不只有这栋房 云林比佛利庄园 由李佳芬和弟弟李明哲名下 和林芳建设有限公司自抵自建 是仅仅13户的豪华封闭社区 每户要价1700万到2500万 李佳芬在这并无房产 但他的建设公司却坐拥两户 一户是李佳芬全家回云林时居住地点 一户则登记在公司名下 这里平常大门声索 住户都从单一车到进出 隐秘性极高 今年7月 韩国瑜又被苹果新闻网发现 放着高雄市长官抵不住 原来都是住在这 这里总计两栋 每栋15楼 每楼层4户 每户屏数约36至63屏不等 要价每屏约24万元 韩国瑜事后对外表示 这是跟朋友以3万多元成租 并非什么豪宅 韩国瑜从北到南 都曾拥有过豪宅别墅 其中南港第一豪宅 云林农舍 平均投期款至少上千万 但以他当时失业状态 竟然有办法购入 太韩国瑜的庶民标准 果然是宇宙等级的高 地方中心综合报道 国民党不能收买苹果 但是你可以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